Hello大家好我是Sachi 那今天要给大家录一个装修的视频 家具主要用到的是管风琴 还有墓碑 还有一些栅栏 正好碰到软糖 然后我们跟他谈个招呼 他怎么那么懂事啊 每次看到我都叫我阿星老婆 然后我们这次开始装修啦 这块后面那块长方形的区域的话 面积大概是9个和9乘5个的样子 然后我现在在做一个人生的梯形舞台 现在我们爬上二楼 二楼的话也是要造一个三层的悬崖 然后我们爬上三层 我们先种一下花 两边的花都要对称 然后当中的话再挖一个瀑布 因为光秃秃的不是特别好看 我们在后面再放一个管风琴 结果我选了半天啊 都没有选中我想要的那一个 其实上面应该放的是一个白色的 还放倒了 其实我第一边位置已经卡正了 结果我又多仔细举给它一个两下 再放一下二楼的那个管风琴 二楼的管风琴我是DIY了一下 做成了一个浅木色 两边都放完之后呢 我们就要在当中放一个雕塑 放完雕塑再把雕塑前面再放一个喷拳 然后喷拳的话 我看很多人都会做一个喷拳广场 但是我不是很喜欢 所以我看蛮适合这边的 所以我就把喷拳放这里 这里呢就开始放墓碑了 但是墓碑的话我也放了好几遍 才给它摆正 真的好麻烦 位置差不多就卡在这里 其实还可以再靠近一个 然后外面再放两个射灯 白色的射灯还蛮好看的 但是我包包里忘记放了 所以就这样 接下来呢我们在 那个靠近海边的地方放两个树丛 不然光秃秃的很难看 不然光秃秃的很难看 再弄一个西洋风的栅栏 另一边也是树丛栅栏 再放一个玫瑰花 我发现我录视频就真的一直在跑来跑去 从左边跑到右边 从右边跑到左边 真的很没有规划性 大家不要像我一样 然后我没有跑到到中文 到中文的话也是放了个栅栏 放好栅栏以后呢 再摆点花花 再放一个菊花的抱枕 就是可以坐在这里面棉花一下故人 我这里还点错了 我竟然把玫瑰花收起来了 我这里还点错了 我竟然把玫瑰花收起来了 唉 OK 我们现在跑到一楼 开始造那个湖 湖的当中的话还要放两个家具 所以要再控一个出来 哦 你看我又往上跑了 就上面应该造个瀑布的这个网汁了 然后就继续挖壶 挖到一半呢 要控一个出来 来放一个百合播放器 百合播放器的音乐呢 我选的是赞美诗歌 因为它也是用管风琴的音乐器做的 所以就很火的就骗区域啊 哦 这边地砖我都铺了一个 那个那个蕾丝的 蕾丝的圆形的地砖 然后再放一个雕塑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看 然后我们继续跑回左边 左边的话因为有一片小小的区域 我后来想一想 就给它做一个 放个椅子 那你平常 就可以坐在这里 放下呆啊 听听音乐啊 这样子 然后地砖也是铺的是雷斯 这样子的话 就整片区域都差不多做完啦 可以坐在这里收集一下 我这边花真的长得太多了 然后我也来得清 就先暂时这样子 好了好了好了做完了 谢谢大家 拜拜 我这边对我来帮助 我来帮你帮我来帮你帮你帮我帮我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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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帮我